好,我们继续 我们再看讲义 所以一般的宗教 在有情以外 幻想自然的精神的神 作为自己的皈依处 想依赖他而得超脱现实的苦魄 这样的宗教是幻想的 他力的 佛教就不然 是宗教 又是无神论 谈到这个地方 也许有人会惊疑的 佛教为什么是无神论 而不是在崇拜一个外在的神 我们佛教 讲的是解脱 佛教讲的是开发智慧 佛教是 人人都有成佛的可能 人人都可以解脱 而不是要依赖上帝 而且佛教讲无常 无我 合定 常而不变的主宰 这几些 都是重点 佛教是讲实际的 就在我们的身心 就在我们的生命 就在我们的生活的经验中 都可以去 体会到他的真相 如果是一个明白的人 指导你 你也可以一样的体振到他的真相 可以一样的解脱 明白 这个不需要依赖 不需要靠他力的加持 没有这个道理 所以佛法讲的无神论 是没有主宰的意思 不是说六道之中的天界 鬼神是没有的 不是在讲这个 因为六道是佛教承认的 但是六道的众生 包括鬼神 跟我们一样是众生 他不是大力者 他不是操纵者 他不是主宰者 这里讲的 否认真正的主宰 所以说无神论 是在讲没有主宰者 不是合认六道 这一点大家要明白 佛说 有情的一切 由有情的思想行为而定 佛教的皈依向上 像究竟 即凭着有情自己 合法则的思想与行为 从弃合一切法的因果势力中 净化自己 原成自己 那么大家就知道了 哪里不同 佛陀 佛陀告诉我们 我们今天一切的行为 照做带来了痛苦烦恼 问题就是在我们的思想上 有问题 思想有问题 我们的行为才会有问题 我们观念的无知 对真相的不了解 我们对一切万法产生贪爱 执着 当你明白真相的时候 这些问题就不一样 观念正确了 行为也能导正了 痛苦烦恼也能执习了 一切的问题 就是在我们的思想 导致行为而造作的 因此 我们必须探讨法法的真相 我们不再迷惑 不再有错误的知见观念 导正我们的行为 就不会带来后面的痛苦跟烦恼 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了解 什么叫业力 我们的语言 我们的身体行为 带来会产生后面的作用 我们今天会苦恼 因为我们处理很多事情是不当的 行为上造成的 会造成行为再往前推 就是我们的思想有问题 观念有问题 佛陀主要就是点醒我们这一点 众生的痛苦烦恼 包括生死的轮回 都是我们自己去造作的 不是谁来主宰你 不是谁来审判你 是你自己行为造作 带来业力所使然 那么如果是站在这样一个立场 我们要从哪里去调整自己 先要把正确的观念建立起来 我们的行为 随着正确的观念 带来就是正确的行为 不会带来痛苦烦恼 生死会轮回 也是你自己造作的业力使然 你只有在行为上的转化 心灵上的净化 你才能不造货业 不随着这个业力的流转 你才能不会落入生死轮回的束缚 这一点跟信仰神 信仰主宰他力的造化 完全是两回事 如果明白佛法的这个根本 每一个人要为自己负责 你想想看 我们今天的思想很好 心灵很柔和 很慈悲 对人都是非常的善良 爱护 我请问你 我们的回报真的就是 痛苦烦恼吗 不见得 我们会痛苦会烦恼 多是行为上产生了矛盾 产生斗争 才会产生带来很多的压迫 我们当我们有痛苦烦恼的时候 我们在怪外面的环境 都是某某人不好 问某一件事情 人家没有对我怎么样 使我很苦 我们都在怪别人 而不知道 会产生这样的对待 是我们自己内心所造作的 是不是这样子呢 所以我们要明白 这里讲 佛陀为什么要让说 从友情说起 然后从身心说起 就是要告诉我们 真正的原因在这里 不是在谁来控制你 谁来主宰你 今天即使你的记忆很不如意 你要反省 你要看清楚 它的原因条件是什么 都是有因有缘的 那些因缘谁来造作 都是你自己 所以 点出一个重点 我们佛教要讲向上 讲超越 讲究竟 讲解脱 就是要凭我们自己 合理合法的思想跟行为 来做决定 这句话就很明显的 跟外道 神教的观念 不同点就点出来 我们不是说英国有一个必然理责吗 你造了很多不散的因 你要得到很好的果 不可能 因果有一个必然性 所以我们先要明改 什么叫因果势力 为什么这样的因 一定会产生那样的果 它是必然的 为什么是必然的 我们要深一步去了解它 找到真正的原因 当我们了解英国的必然性 我们就会去复合这样的必然性 我们就不会违背它 我们找出了我们堕落 痛苦 怀恼 生死的原因 我们才能够转化它 改变它 这一切都操作在我 不是靠外力 不是靠他力 不是靠主宰的加倍 这一点的精神 就是我们佛法的特色 绝对是仪式不共 跟外道不共 要明白 所以我们归依佛 以归依身 佛跟身 就是人类契合真理 的法 而完成自己的一个抉择 这里的佛 当然是讲 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的大抉择 生 清静 清静和合的生团 里面有很多是正果的圣地子 我们为什么要归依它 归依是不是依靠 是学习 心向往 想学习 他们今天 契合真理 完成了他们自己的超越 我们归依是归向 想跟他学 归依既是对于抉择的景仰 并非依赖外在的神 我们赞叹佛陀 我们景仰他 再来就是我们想跟他学习 我们也才能解脱 所以我们的归依 其实是归向什么 归向正法 归向真理 我们才有机会 跟佛陀 跟圣地子们一样的 抉择到正确的法 我们依之而行 我们也有觉悟跟解脱的机会 这样的归依 不是崇拜外在的神 是景仰他 想跟他学的意思 这样归依的意念 跟外面的崇拜是不一样的 佛法是智力的 从自己的信仰 智慧行为中 达到人生的原成 知道佛怎么觉悟的 我们也学着他的脚步 学着他的方法 我们也可以跟着他一样的受用 跟解脱 要有那种信心 然后开发了我们真正对法 体认的智慧 慢慢地净化我们的身心 我们的人格 我们的行为 自然慢慢地向上超越 一步一步地净化 最后我们也跟佛 菩萨一样的 可以达到觉悟的圆满境界 所以佛法 跟一般的宗教不同 合定外在的神 重视智力的净化 所以这非从友情 自己说起不可 如果这个根本明白了 那我们要从这里净化也好 从这里超越也好 是不是要先认识这里 我们每天都讲 我我我我是谁 我怎么样 其实你真的认识你自己吗 他每天这样运作 你知道他怎么运作的吗 他痛苦烦恼怎么来的 你有没有发现 他执着贪婪的时候 他是怎么产生的 你没明白吗 如果一个明白了解的人 被火烫过的人 手还会伸过去吗 我们明白了正确的因 不会再去换的 每一个人都不喜欢痛苦 烦恼 每一个都想清静自在解脱 为什么我们每天都在痛苦烦恼里面 因为不了解自己 它是怎么造成烦恼的 它是怎么样造成执着痛苦的 我们不了解 所以每天由于无知 一直在故患 重患 我们要解决这个事情 第一步 先回到生命中来 生活中来 身心中来 去了解他 是不是这样 你了解他 你才能转化他 找到要痛苦烦恼的因 我们才能解决痛苦烦恼 如果我们今天都不像根本的地方去探讨 每天向外面去追寻 每天在寻找依靠依赖 你什么时候能改变这里呢 如果佛菩萨是有那个大力 可以加持你 可以改变你的业力 那我敢肯定讲 所有的包括上帝都不慈悲 为什么 他是慈悲的 转一转 我们大家不都解脱了吗 我们为什么还在受苦 有历史以来 人类没有离开过痛苦烦恼 那这个是佛不慈悲吗 是上帝不慈悲吗 不是 上帝根本不能改变 佛也不能改变 只有你自己才能改变你自己 就是这一点 我们今天真正要解脱 佛告诉我们 他是怎么觉悟的 他是怎么样体正真理的 他在哪里超越的 我们也必须跟他一样的用这种方法 佛头是一位王子 要名 要利 要恩爱 要感情 他什么没有 现成的 我们现在每天拼啊 苦啊 一天到晚 为名为利 为生活 不管你企业做多大 你做民意代表 你做官员 你都没有办法像王子一样的 一辈一切都具足 我们一生啊 拼啊 可能刻意的去造作 都不可能达到那样的条件 但是佛头 为什么放弃他的王子的身份 如果名 利 恩爱 一切的感情 能满足 能解决生死的问题 佛陀何必放弃 他为什么放弃 他要过那种苦恨的日子 最后悟到 悟到后 四十几年 他并没有又回到世俗的那个贪欲里面去 他为什么还是过着日中一时脱波的生活 到他涅槃前的一天 还在为众生说话 他所为何事 我们就要思考 他的慈悲 他为的就是众生 他自己超越了苦 他不会又回到苦的因缘中去 他还要把他的经验 贡献给我们所有的人类 希望我们一样能解脱 能自在 这个就是身形的部分 不但只有语言 身形就是在这一部分 那么各位我们想想看 如果我们在崇拜里面 在依赖里面 我们什么时候能像佛陀一样的解脱 佛陀崇拜谁 佛陀依赖谁 他也跟当时印度宗教界的一些所谓宗教师学过 但是那些都不能解脱 所有的外道思想都不能帮助他解脱 所以他最后都放弃了 最后他在菩提树下 真正的进入很深的禅定跟思维 最后他体振到 我原来外在的一切都是虚幻 只有破除我们内在的迷惘无名 才能发现真理法则的真相 从内心的变化中 知道没有一个主宰者 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东西 所以他宣示告诉我们 只有自觉 当你打破了那个神话 打破了依赖 打破了我见我直的时候 你才有真正解脱的机会 轮回生死 也有轮回生死的条件 为什么会轮回生死 所以他告诉我们十二缘起 前面有什么条件 产生什么原因 后面就产生什么作用跟后果 他是缓缓相扣 他找到了生死的原因 他告诉我们 这样子的相续的生死轮回的条件 就是这样不停的在循环 我们只要发觉真相 从任何的一环中 把它解断 他后面就不相续 解脱并不难 只是不了解真相跟原理而已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没有得到佛法的证件 真正的原理 那我们只是倾向一向外道神教的那种观念 我们永远不可能截断我们生死轮回的这个条件 循环的这个束缓力没有办法超越 所以我们要了解 佛陀佛是以身作者 他把他体验的 他证明的 他超越的 成佛的 这个内容告诉我们 我们只要依着他的方法 脚步去体正 一样可以体正的到 为什么 只要是人 有情 我们的身心结构 五蕴六处的作用 都一样 他能在那里发觉他的作用 可以看出他的无常无我 我们一样的可以达到这样的体正 所以人人才是平等有机会 这个就是佛法的不共的地方 所以点出重点就在这里 我们真正的佛教佛法 是否定外面的神的主宰 重视的是自己自立 真正的了解真相的进化 好 明白了这个重点 那我们要从哪里 下手就要回到生命中来 我们平常在信仰里 信仰外在虚无缥缈的神 就像在外太空神里一样 学佛法 先从外太空回到人间来 从人间活到生命中来 在自己的身心中 去观察 去体验 去明白 去改善自己 去提升 去提升 进化 你就有可能跟佛一样的 觉悟而得大受用 这个是一个根本的理念 一定要明白 所以说佛法 一定要从友情说起 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这个道理 再看讲义 世间的一切学术 包括教育 经济 政治 法律 即科学的 即科学的 深光电话 无一不与有情有关 无一不为有情而出现人间 无一不是对有情的存在 如 如 离开有情 一切就无从说起 所以 世间的问题 虽多 根本为有情自身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 世尊 单导植入的 从友情 自体去观察 从此 解开人生的奥秘 我们社会上 未来要改善 我们的生活 减轻我们的苦魄 有很多发明 我们以前煮饭 现在也不一样 我们现在的出入 车子也不一样 交通也不一样 人类在物质上 改善的非常的多 这些 跟我们的经济 政治 法律 科学 变化 都有关系 这个都为人类而创造的 今天不是因为有人类 有友情 这些不需要发生 那么我们要请问 这些的改变 带来了很多方便 但是我们心灵的 苦魄 生死的疑惑 跟恐惧 有没有改善 没有 所以针对我们 友情 生命中的 苦魄 我们只有 从生命中 去观察它 因为这样子 佛陀 佛陀就是这样子 去观察的 他才解开了 我们生命的奥秘 人生的奥秘 就在那里 把它打开 这个就是重点 所以我们为什么 要从我们身心说起 从我们自己的生命来谈 去观察它 去了解它 找出它的因缘 找出它痛苦烦恼的因缘 找出生死不断的原因是什么 非回到友情的身心上来不可 所以 佛说 法门 虽然随机说法 无量无边 但归结起来 所说的解脱道 不外乎 四地 与 缘起法门 理了这些 就没有出世的佛法了 佛陀他 观察生命的奥秘 他解决了问题 他来开释佛法 引导我们 也能够迈向解脱 他开释的法门 应激说法 是说的很多 不同的根性 不同的 这个心性的人 根性不同 他会用不同的 善巧方便来引导 来说法 但是不管他说多少法 把它归纳起来 最主要的两个观念 一个叫四地 四圣地 一个叫缘起法 把佛法 所有的方便巧说 归纳起来 就是这两个大主题 那么我们 就一行着四地的这个主题 作为次地 顺便把缘起法 把它介绍出来 那么我们只要明白 四地跟缘体的理论 我们很快的 也能找到 真正的证件是什么 方法是什么 我们如何观察 如何超越 如何解脱 才有正确的路 所以我们现在 要开始 依据这个四地的次地 来介绍 佛陀所开示的法的重点 好 看讲义 四地总说 从四地的苦及灭道 来正确的开示 人生世间的特性是苦 世间苦破的原因 就是急 说明超越世间 消除一切苦破的境地 就是灭 以及 消除苦恼的方法 就是道 佛法是性质相承的 绝不说只有性就可以得救 我们必须认清人生的苦破性 即找出苦的原因 才能在消苦的过程中 去体验真理而得解脱 这个跟医生看病一样 一个病人 如果你不了解他真正病的原因 你乱投药也没有用 我们今天去看医师 他一定先给你检查 望闻问切 把这个正确的病因找出来 直接就在病因上面去把它治疗好 机会就很大 意思是一样的 我们会痛苦环绕 每天那么苦恼 最后面对生死的大恐怖 怎么解决他 当然就像看医生一样 先找出原因嘛 苦是人间的事实 每一个当下都能体症的 不管你是什么生活 没有一个不苦的 如果人间的记忆很圆满 真正的大苦还没有面对 不是不苦 年纪大一点 你们都看到我们有长辈嘛 我们有亲戚朋友嘛 那些老人 你看他们病得怎么样 尤其是当医生的 在医院里你感受怎么样 老了怎么样 还没老 还没有到面对病的 要死的境界 我们都很自在 但是你都会碰到啊 你一定会经历的啊 那个时候你真的不苦嘛 不怕嘛 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很自在啊 死就死嘛 有什么 甚至于外面还有好汉 说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真的吗 没有面对以前都很自在 真正碰上啊 你就知道啊 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啊 那些英雄好汉 要抢劫的时候怎么样 要拉出去都没办法走路了 裤子都是湿的啦 为什么 他不是英雄好汉吗 他不是20年后就是一条好汉吗 为什么那个时候下的脚都暖了呢 我记得我们以前里面有一位 这个法师啊 他祖母老人家 七八八十多岁啊 大概面临就是要往生的时候了 他回去看他 平常他也是很自在的 他躺在病床上好像也没有什么表示啊 但是看到的是他的孙女 是出家人 你知道他抓到他的手 只有讲一句话 救我 他从来不会表达 当他命名死亡的时候 看到他孙女是一个出家人的时候 他会抓着他的手 救我 他为什么不叫他的家人救我 他看到了法师 他抱着他的手 救我 你知道那种内心的感触吗 不要以为我们没事啊 不要以为我们都有办法 你还没有面对而已啊 我们有智慧的人 知道我们必经之地 我们必须要面对的 就像人间事一样嘛 未雨愁妙嘛 你将来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能自在的 为什么能真正超越生死的人那么多 他们下功夫啊 面对的时候就不会手忙脚乱了 你们想想看 我们这一生也许是 一个大官 也许是大企业家 也许是很知名人物 也许在世界上很大的成就 请问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 一生的所有成就在这里就要放弃了 就一切都带不走的时候 你真的那么自在吗 一生的心血都要化为乌有的时候 你真的那么清静自在吗 能吗 所以我们要明白 学法不是迷信 不是崇拜 是要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 不但活着的时候 能够灭苦 能够自在 能超越 生活能圆满自在 面对死亡的时候 没有恐惧 你知道 怎么样 怎么一回事 生死不再成为困扰 这是学活终极的目的 所以我们要明白 苦是人间的事实 不要以为我们现在生活很好 家庭很好 我们的身体还很健康 不苦 只是还没有真正面临而已 苦是人间的事实 真正的苦是什么 是生死的不能停止 你以为你死了就一了百了吗 如果人死了就一了百了 那我们何必担心呢 好也是几十年 坏也是几十年 早也死 慢也死 那何必在乎 如果是这样子 那也不需要佛法 也不需要信仰宗教 我们从历史以来 有人类的研究以来 大家都知道 共同的所有的信仰里面 没有一个反对是轮回的 它是一个事实 它是一个真相 如果死了就没事 那也好 偏偏不是 死了还有事 为什么 业力照做 身不由己 大苦就是 这个生死不能止洗 这一生死了 你还有后面 还要相去 这个才是苦 你这一生也许很得意 你过去有善报 但是你知道的未来吗 福报进来变成怎么样 你们知道吗 我们今天当人 所有的万物的主宰 我们是老大 我们吃 要杀有生命的 新鲜的 请问被杀的是谁 人就真的这么自在吗 你没有看到非洲那些 快要饿死的人 同样是人 为什么有不同的际遇 其实最苦的就是 生死不停的轮回 那是大苦 所以注意听 我们今天学火 不是只是为了我们当前身心的快乐一点 际遇好一点 感情好一点 孩子乖一点 经济如意一点 不只是为这个 这个很快就过去 再如意 还是很快就过去 你知道下一辈子变成怎么样 那些被杀 被吃 被侮辱 被压迫的 到底谁来 担担 谁来扮演 我们永远像这一生一样 这么幸福 这么自在 在台湾活着这二三十年 全世界少有 有人类以来少有的世界 但是我们永远这样子吗 从我们现实的世界来看 每一个国家你去考察一下 还有多少人是很苦的 还有多少人是在饥饿边缘的 为什么人类还会这样子 谁愿意呢 所有的生命被宰杀的 身不由己的 谁来扮演 那真的只是上帝创造的吗 所以我们要明白 生命的苦 不是只有这一生 我面对的身心的感受而已 真正的大苦 是生死不停的轮转 我们没有办法止息 身不由己 今生扮演这样子 来生扮演什么不知道 所以我们要解决的 注意听 不是我现在去拜佛 去求菩萨 我发心不失一点 有功德 我就可以改善我的生活 我们看的只有眼前的尽力 而不知道要解决的 其实是这样子 而是永恒不断的 那个生死轮回之流 怎么样的窒息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问题 问题是我们看不到 我们的生死轮回 我们没有宿命通 看不到过去 看不到未来 所以导师有时候会告诉我们 为什么那么多圣者 他们修行到某一种程度的时候 会有神通 他有宿命 有他心 有神主 为什么 他才告诉你 他知道了现象 过去如何 现在如何 未来如何 这个都是事实 但是我们现在因为个人 没有那样的体验 我们没办法了解 所以我们都注重眼前的利益 看不到真正长远的生死轮回之苦 所以这个苦 不是只有讲现在当下而已 它是不停的轮回 这个才是苦 要明白 那么这个苦极灭道 我们可以从 当下的身心来谈 也可以从大旗的生灭来谈 我们当下的身心能不能改善 可以 比如说佛法在谈 体悟真理 自己能提升 能超越的人 生苦 心不苦 肉体的知觉 感受的那个痛苦的 他会知道 但是内心不会产生痛苦 烦恼的执着 不会 所以我们即使证到阿罗汉 身体的病还是会有的 佛陀本身要涅槃前 都还是身体有病 这个是不能避免的 但是心灵能超越它 不再执着 不再痛苦 在人间的改善上 身心的改善上 确实是这样子的 不管我们身份是什么 不管我们现在的因缘条件是什么 我们都能安住在任何因缘中 不会苦 这是人间一般的受用 就可以达到 最大的解除痛苦 就是生死轮回的执席 所以我讲 我们学佛有两个大受用 一个是人间性的 一个是彻底的 生命轮回这一部分的执席 开发了佛陀的智慧 佛法能够在你生命中产生的作用 就是解脱 活着的时候你能自在 什么因缘条件下 你都能自在 不再痛苦烦恼 这是人间性的受用 开发了智慧 你懂得如何经营你的事业 经营家庭 经营人际关系 它也会圆满和谐 人间的改善 它是必然的 但是这个是我讲的小小的利益 真正最大的利益 透过我们这样的体验 体证到真理法则的时候 破除了我法二子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截断生死之流 这个就是大受用 所以我们要明白 如果我们连人间的受用都没有 你谈什么解脱轮回 当我们不再迷信了 我们体证真理了 我们懂得知道反思 知道如何进化 你自然在生命中的提升 就与众不同 人间的受用很快就会有 所以我常常讲 学佛不是像一般人想象的 一定要出家 到深山去 避开一切人间的万法万事 在那边叫清静 佛法不是讲这个 我们不管身心在哪一个位置 哪一个环境 哪一个身份 我们都一样可以修行 只要你懂得如何观察 建立政见如何观察 去体会 生活中根层处 生命中万法接触的过程 你就可以透过这样的经验 去了解真相 去体会 去超越 所以真正的学佛 是任何身份 任何姻缘之下都可以的 这里没有厌世 这里没有逃避 这里只有面对 跟自我 了解 进化 就是这个 所以很多人不了解 好像 学佛是明信 我们开始就讲了 佛法 真正的佛法 是在破除明信的 破除崇拜的 破除他力的 主要是心灵之血 智慧之血 展开我们的智慧 我们才能了解真相 然后进化自己 自我提升 人格进化 佛法是讲这个 这里面哪里有一点点的崇拜迷信呢 可惜的是 佛法的流传到现在几千年 难免有变化了 所以我们现在普遍社会看到了 是形式的佛教 而本质上 真正本质上的佛教 我们比较少了解 我们对佛教有很多诟病 很多批评 其实那个只是佛法的外壳 我们今天谈的 学的 就是佛法的真精神 真内容 那就不一样了 所以 从我们生命能感受的 能体会的 触摸得到的 体验得到的 这样是多么的如实呢 这跟神话没关系 跟踏力崇拜没关系 我们很多人把宗教当作信仰 佛法不是只有信仰 所以前面就有讲 不是只有信 是信质合一 信心以外 还要智慧的开花 有了信心 有了智慧 才能真正解决我们的问题 所以这里讲 苦极灭大 已经就在讲我们生命中的事了 针对我们身心苦魄 针对我们对死亡的恐惧 对死亡的无知 这种大苦 我们要去找它的原因 就是急 急就是它急起的原因 灭就是苦的止息 生死的止息就灭 但是要灭呢 一定要有方法 没有方法怎么可能会灭 所以叫道 道就是执习 痛苦烦恼解脱的方法 那你们就知道了 苦极灭道四个字 我们一般听来 没有什么 其实这里已经涵盖了佛法的一切 很科学的 很理性的 当医生的人更明白了 一个病要好 没有找到正确的原因 不会好的 要下错了 也不会好的 道理是一样 再来 就讲缘起 缘起 非于四地有别 讲四地跟缘起 好像是两个不同的理念 其实不是 缘起 就是四地的内容之一 或者是说 四地就在展现缘起的内容 也可以这样讲 主要是从人生现实的苦魄中 找出苦恼的根源 而发觉苦因与苦果间 相生相隐的必然规律 我们痛苦烦恼 大家有 那是什么原因 好 你找到了原因 那我们会进一步了解什么 这个原因到 因到果的 这个过程 为什么一定会呢 我做了某一个条件 制造了某一个因缘 产生是痛苦烦恼的 问题是 这个因为什么一定会痛苦烦恼 这个必然的理则是什么 因与果的必然性 为什么有这个必然性 这个必然性一定要找到 如果不明白的话 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比如说我们修行 我们会解脱 我请问你 修行为什么会解脱 因为它这个中间有一个必然性 叫做必然理则 什么样的才叫必然理则 如果因不正果会正吗 因不对果会成吗 为什么这个中间有一个必然性 这个必然性明白了 就是你能解脱的地方 这个就进一步 从缘起 从缘起 了解因与果之间的有一个必然性 要明白这个 比如说 比如说 无名原形 行原事等十二支缘起 既是苦于己的说明 缘起里面有十二支 无名原形 行原事 事原名事 为什么 为什么无名原形 为什么 处会 受会爱取有 为什么是这样 为什么不会 不同的一个安排 为什么会这样顺序下来 多有它的道理 环环相扣的必然性在哪里 你一定要明白 所以谈起 缘起的十二支 就可以了解了 因为无名有行 因为行有事 为什么会有这个必然性 一支一支去了解它 你就了解 原来我们的痛苦烦恼 是有什么因缘而有的 你就明白 怎么样的把这个因缘 化掉 痛苦烦恼就能止息 就是这么简单 我们吃一个东西 塞在牙缝里面 牙齿痛 牙齿痛有很多原因 不一定这个 但是如果你不了解 是因为塞住东西的 你怎么吃什么药 它还是痛 对不对 如果你知道是塞住东西 把那个塞住东西拿掉 就好一半 再过几天休养就好了 一定要找到正确的原因 所以缘起十二支在讲什么 就是告诉我们 因到极 苦跟极这两个条件 就把它衬托出来 那这样讲 缘起是不是在告诉我们 苦极昧道的内容 所以缘起不是跟四弟没有关系的 是相依相言 而在展示它的内容 所以缘起是在说明 苦极 多意 多是意缘 什么缘呢 关系 条件 原因 才能发生 或存在 相反的 只要从因缘条件 去改变它 就可以使一切的苦恼而消解解脱 这个就是灭一道的二弟 好 既然是这样子 那么缘起的十二支的相生 跟环灭 合起来 其实就是苦极灭道的内容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缘起跟四弟 是完全怎么样 一致的 它不是两个东西 苦极灭道是一个总项 缘起是它内在的因缘条件 一一的把它 理清出来 所以它是相依相远 透过缘起 才能找到苦极的真相 透过缘起的缓灭 才能找到灭跟道的内容 那这样缘起 跟四弟就非常密切的重要 一般人以为 四弟与缘起是小乘法 我们一般听到四弟 缘起 那个是小乘的 那个是二乘的 马上就生起 这样的一个观念出来 夫事 末事 尤其是我们学大乘法的人 为什么会受这个观念的影响 我们中国的佛教 大乘佛法 天台中的叛教 跟弦守中的叛教 就有主导的地位 天台中 认为阿罕经是什么 讲四弟缘起是什么 藏通别缘的藏教 弦守判阿罕经是什么 小死中顿缘的小教 他认为这个是什么 小乘的 不了意的 好 我们现在学大乘的人 受这个观念的影响 听到阿罕经 听到四弟缘起 那个小乘的 你连注意都不去注意 我们大乘讲什么 圆龙 盾 超 都在讲这个 讲最高深的 最严满的 最虚弘 而把这个认为是小教 不了意的 不重视 认为这是小惩罚 其实这个都是误解 这样的叛教耽误了很多人 导师就把这个重点点出来 其实啊 他说 大乘的圣身诸佛法 也都是由他来显示出来 我们都知道啊 大乘法 龙树菩萨的时代 从大乘来讲 那个叫初期 展现的是空 龙树菩萨讲中论 初期大乘讲空 为是去讲缘起 难道 这些大乘佛法 是天上掉下来的 没有原因而有吗 错了 老师就点出来 大乘的圣身诸佛法 其实都是由什么 由四地缘起的原理而隐身的 只是啊 各有偏重 偏重什么 他说小乘法 注重于苦跟急的说明 而大乘法 注重于灭跟道 只是偏重不同 我们大乘法 主要的是从灭的这个重点下手 直接的契入涅槃极 比较重视这一边 所以这里就比喻 就大乘中观的空性 于为世的缘起而言 也都没有离开 四地于缘起的法则 今天 龙树菩萨 照中观论 他根据什么 如果你明白 有研究的话 八部缘起 就是从阿含经里面的 缘起而隐身出来 那你就知道了 中观大乘跟为世 可以讲是我们 大乘佛法的两大系 过去在印度的话 尊重的就是这两大系而已 现在的西藏密宗 藏传的佛教 他也只承认中观跟为世 其他他不承认是佛法的 但是我们中国的佛教 承认有三系 还有真常心的 如来藏思想 另外叫真常心 所以导书他是点出来 不要把这个缘起跟四地 当作是小成法 是不对的 大乘佛教的中观跟为世的思想 还是根源于四地跟缘起的理论 并不是另外天上掉下来的法源 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归纳起来 只要是佛法 不管大乘小乘 佛法不出四地与缘起的法门 如果说有差别 只是证悟的偏缘 所教说的浅深而已 对缘起法 对四地法 你证悟的越深 你表达的就越深刻 如果你体会的很浅 你只能表达的很浅 同样的 你在说法 体会的深的 就说得非常的深 体会的浅的 只是讲得很浅 那么我们就明白了 四地法 缘起法 随着你的体悟深浅 说教就有深浅 只是这样偏差 各个有所不同 是在这里有差别 不是四地法跟缘起法 大小乘有差别 这一点一定要明白 人的体验有差别 所以我们就用一个次地来谈缘起的内容 跟它的内容 这样我们就可以一步一步的把正知见建立起来 我们将来在学活 就不会盲目了 很清楚 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自己怎么兴 怎么行 怎么过日子 怎么叫用功 你们都会明白 不会神秘 不会迷信 身心活着就能改善 打开智慧就能解脱 这个不是乱讲 一一都是实在 就是这样子 我们休息一下